之前搬新居,遇到經常斷電 無論在開冷氣 聽音樂用電腦途中 甚至只用低電量的小冷風機都不定時斷電 拖板在關電之下,電器有流電現象 觸摸電器也有流電感覺 開始檢查問題所在 首先關閉配電箱所有電源 檢查所有牆上的插座,有沒有接錯線或出現接觸不良 冷氣機插座已發現問題 螺絲竟然沒有壓在銅線上,只壓在膠皮上,導致火線出現接觸不良,銅線都有招刻現象 另一插座更有驚人發現 電線 竟然將最重要的火線和靈線接錯 正確應該左方接藍線,右方接中式線 關掉電工,連最基本接線都搞錯 打開配電箱更加是不堪入目 電線亂七八糟 接地線竟然沒有固定在接地端子上,隨便扭作一團就算數 接地不良會嚴重影響防止觸電的效果 部分螺絲更沒有上緊 由於螺絲沒有上緊,導致接觸不良,產生高溫,差點就引起火災 整個電箱電線規格亦低於標準,有機會在大電流下被高溫融掉膠皮,引致短路 由於是租屋,所以沒有為它進行大修復 只做了簡單維護,待租約完結後,立刻搬出 最後提醒大家經常斷電,不要看小問題,如一直不理它 有機會引發火災或觸電,建議抓合資格電工,檢查斷電原因 感謝收看山寨電工作品 想知如何用萬用標檢查牆上插座有沒有接錯線 請按左上角影片收看 請按下請按下按鈕,800抵折電腦 請按下從多遍那個碎店 請按下審CK與我的跡倉 請按下按鈕,9押隔頂 請按下單,現在的按鈕 請按下,1押隔門, Additional按鈕 請按鈕,按鈕,請按下,慢,請按下, cuma按鈕